主席跟長,請總長 我請教兩個簡單的問題 其實剛剛有些委員都已經點到問題的核心 第一個問題是說 柯建民的案也好,陳融合90萬的關梭案也好 都是在9月5號結案,沒有錯吧 所以結案的案號都是100年的特他案61號,沒有錯嗎 柯建民的假釋關梭案有沒有案號 沒有案號 沒有案號 因為他沒有嫌疑,所以我們就 有嫌疑才要另外拉出來 那你們新聞稿怎麼會講說柯建民關梭案癥結呢 怎麼說癥結 既然沒有案,怎麼癥結 就是一併連同這個 沒有案,你說那個案癥結 那我就回頭問你 很簡單 我們今天要講的 是要讓全國的人民都知道說 我們的特徵組到底是幹了什麼事情 8月30號你跟總統報告 對不對 你有錄到 因為裡面有錄到 柯建民跟王金平的對話 是在6月底左右 對不對 那假設 9月1號 你 黃金平院長打電話給柯建民 或者是說 直接打電話給總統馬英九 說總統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經處理OK啦 都處理好了 OK啦 柯建民都OK了 那你怎麼辦 你8月31跟總統報告 你9月5號才癥結喔 還在偵察中的個案喔 今天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那假設 假設情況是發生 你8月31你是醒喔 到目前為止 8月31的時候 總長你不要回避問題 你腳回避問題啊 只是各證明我們 特徵組理虧啦 8月3號你去報告 總統跟王金平的交情 匪淺 是 稱讚王院長是 這個政院之寶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總統沒有跟王院長 關說柯建民的這個案呢 對不對 所以你8月31號 還沒有癥結的案子 9月5號才癥結的案子 還在刑事偵察的案件 你就跟總統報告 那你這個不是泄密是什麼 蛤 你解釋啊 那9月1號你假如真的是聽到 我說的 我報告的是 行政不法的事證 而不是偵察中的秘密資料 這個案件 對 這個案件 所有的證據 都是刑事偵察的證據 沒有 都是刑事偵察的證據 你是因為在刑事偵察 才取得相關的這個錄音錄影 相關的這個資料 並不是所有的偵察券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是偵察的秘密 你這些都是刑事偵察的案件喔 你是因為發動刑事偵察所取得的證據資料喔 但是他的結果是信證不法 你引用還沒有偵結相關的案件 你就跟總統報告 還在偵察的案件 你怎麼知道說 馬總統 9月1號不會跟這個王建民院長通話的時候 王建民院長講的說都已經處理好了 你怎麼知道 8月31你怎麼知道 你是神啊 你是神啊 講不出話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還沒有偵察的案件 你就去跟總統報告 萬一總統 真的是9月1號王建民有跟他講 你聽我講完 萬一馬總統 8月30要聽你講完 他馬上就打電話給王建民院長說 他死了 檢察總統來補個兒子來一拚 你怎麼辦 你怎麼自言其說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總統沒有介入 你是神啊 講不出話來 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 好啦 今天王建民院長 官說的人 就是你 還有曾永夫 你的特徵組 可不可以跳過你 跳過曾永夫 跳過行政局的跟總統報告 可不可以你告訴我 蛤可不可以 說不出來 不是他應該把這個 假如說是我的話 假如是你的話 他就應該把這個券 簽給地檢署來辦 你可以跟總統直接報告 你的特徵組不能跟總統報告 蛤 你沒有月給 你的特徵組 要給別人才沒有月給 你告訴我標準在哪裡 假如今天是我跟曾部長都有涉嫌官說的話 那報告是應該跟行政院長報告 行政院長那你為什麼跑去跟總統報告 因為有立法院長跟行政院長是平行的 你 這個我先等一下再跟你講 但是你同樣 你說這個案子要交給北檢 不是交給你 不是 那同樣的道理不是一樣嗎 今天院長設案 對 你也要交或者是說你設案你都交給這個 北檢去報告 北檢去偵辦對不對 你都知道說這個叫涉及不法的調查 你應該是要交給地方的 或者說其他的檢察官司法體系來偵辦 對不對 哪有說 你發現說有院長設案 那你就跳過行政院長的層級 就直接跟總統業績報告 對不對 你知道憲法四四條的一個規定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念碰 你被給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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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條文念一次給大家聽嘛 你的意志嘛 憲法不是你解釋的嘛 你是檢察總長嘛 你不是大法官嘛 你還在看 那個總統對於院跟院之間的爭執 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 的召集有關各院院 院長會商 你是不是院長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院長 不是 總統有沒有召集 你這件事也是總統召集你去的 我是說 我問你啊 憲法四四條 是總統的憲法權利 院既有糾紛 他就召集院長來協商 這是總統的權利耶 不是檢察總長耶 你把檢察總長幹成在幹總統啊 對不對 馬上跟總統 報告 立法院院長出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 憲法四四條的規定 是總統召集院長協商之喔 是召集院長 不是召集你耶 對不對 那我問你呢 假如五院協商總統找了院長去 院長找你去 你去不去 報告個案 司法院立法院院長官說案 你去不去 不去 你不去 那你這個不去 結果你自己去跟總統報告 個案的協商當然不能去 那不是都是憲法四四條 什麼個案協商 你去報告個案問題才嚴重 不是那就準備要 九月六號要公佈了 你既然都講這條是通案 對不對 四四條通案 你還引用這條你去報告個案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因為涉案的是立法院長 因為立法院長 行政院長跟立法院長是提刑的 這個錄影直播齁 我真的你這一下真的是臉丟大了你知道嗎 你這假如牽涉到你 你就說好這個交給別檢辦 不能跟總統報告 對不對 不是你你就說馬上跑去跟總統打小報告 真的是大家覺得說司法是防禍的爭操 檢察總長 我覺得你跟你的特徵組強暴了防禍的爭操 真的是讓人家對司法的威信破產 對於司法的信任徹底的崩解 我回頭再問一個最比較簡單的跟你有關的問題 你去總統府幾次 兩次 你去總統府兩次 你去官邸兩次 你去官邸兩次 兩次跟總統報告柯建民要說 跑去總統的官邸報告 左後門去總統家報告 是總統找你去的 還是你自己說我去家裡找你 我自己向總統報告要去的 你跟總統說我要去你家找你 對不對 你是以什麼什麼身分去總統家 因為有重要事情要報告 那重要事情是 你是電話裡面就講說 這個是柯建民的官 王院長的司法官說我要跟總統報告嗎 你有沒有先講 沒有我有事要找總統 有大列涉及到個案 還是行政不法的案件 就想這樣 沒有講王金平 電話都沒講 總統就馬上找你去 那天啊 那天啊 我真的不曉得 你到底跟總統報告的哪些案子 沒有就是這件 我怎麼知道你報告一件 我說你報告五件 你涉及行政不法不用等你回復 我直接認定你就是涉及行政不法 對不對可以這樣嗎 行政不法調查可以這樣 不用傳當事人來 直接就認定你是行政不法嗎 可以這樣嗎 蛤 我假如今天在這裡指控檢察總長 他的涉及了相關的這個案件 我可以不用等你 來說明我就直接裁定嗎 可以這樣嗎 我調你的通聯 我說你跟誰在一起 剛好在微格汽車旅館 我就可以說你怎麼樣嗎 可以這樣嗎 總長可以這樣嗎 不是我們是綜合所有的證據認為相當充分 你綜合所有的證據 我也是綜合之後相當充分 對 馬總統加隔壁就位加汽車旅館 還狡辯 誓詞狡辯 我再問你 你去總統府幾次 我 你講清楚 這是國會 我也調資料 你去總統府幾次 就是開始的時候有去參加 你幾次嗎 我問你幾次啊 我沒有登記 很多次已經記不得了 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能不能超過五次 這個 可能要再統計一下 我問你我點名了 去年年底你有沒有去參加動員樂會 沒有 動員會幾乎很少 你有沒有去參加總統府的動員樂會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都沒有參加 你剛剛李俊宇講你說有 開始有 我說開始有 那你到底有沒有 開始有現在沒有叫做沒有 這是你的邏輯嗎 別人有做 你自己以前有做現在沒做叫做沒做 別人以前沒做現在有做叫做有做 我現在還要再仔細想一想 開始有可能是當政務次長的時候 你 當總長的時候可能沒有 我要再慢慢想 你慢慢的想 對 開始有 開始有可能是當政務次長的時候 當總長我就沒有去 我很尊敬你 你把你的資料提供給我 你去總統府幾次 參 去總統府的室友 到底是去跟總統包括個案 沒有 還是去參加動員會 順便去跟總統談案情 你自己想清楚 我跟你講 總統府 我在總統府服務過 監視錄影帶都很多 我坦白講 你有沒有跟總統包括你自己心裡有數 你自己心裡有數 監視錄影帶 我也要求說我們法治委員會 去調閱相關的錄影帶 你看 看看總長有沒有說法 你自己提供 給本會 你到底去了幾次 回去再了解看看 你假如說法你要不要下台 沒有跟總統報告個案 沒有絕對沒有 過台相信你都要七月半 跟他過而已 跟大家沒什麼相信 中手跟他過而已 這是第一件啊 我怎麼知道你第一件 我說你有 你行政不法 你跟總統報案 違反行政倫理 我講的就算 是不是這樣可以這樣嗎 你不是應該要讓大家了解嗎 對不對 不是應該這樣嗎 那正當法律程序 一點都不遵守 王金平 調王金平的通年紀錄 王金平的通年紀錄 他跟陳中和九十萬案有關 你去調王院長的通年紀錄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調王院長的通年紀錄 你的法源在哪裡 調通年紀錄是要查六月二十八跟二十九 調六月二十八、二十九 那個沒有案 又沒有案 又沒有立案 對不對 是九十萬的這個特卡六十一號的案 對 那假如你這個邏輯成立 調王金平也可以 調李同好也可以 調我也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但是一定有關聯性 有什麼關聯性 跟這個案有什麼關聯性 跟V案有什麼關聯性 跟六十八號、六十九號的 關說有關聯性 王金平的關說案 跟陳中和的關說案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任何關係啊 你要有 你要有牽連 你就是應該符合大家今天已經跟你講了一個早上 通信監察保障法裡面的規定是重罪監聽的原則嘛 對不對 更何況涉及的濫權不追訴罪 本性是幾年 本性一年以上 不是三年以上的重罪 你有沒有把法條看清楚 所以從V案到C案到D案 從陳中和案到柯建民假釋關說案 到今天的司法濫權不追訴案 天啊我不曉得你們裡面還有什麼案 你現在在查 你現在在查 案件沒有偵查結束 就跟總統報告這是違法 漁業憲政體制 躍權跟總統報告 這是違憲 所以總長 我今天話就跟你講到這裡 你自己想想看說你今天這些委員同仁 為什麼大家一應填分 跟你就事論事在討論有關特政組的存費就在這裡 特政組的主治法的規定很清楚 貪賭案偵辦結束 你要向誰報告 你都忘了 你都忘了要向誰報告 你都忘了 都不必報告 你的眼中只有仇恨了 你忘了 立法院的決議啊 你要來立法院報告 你知不知道有這一條 有這一條 是不是要向立法院報告 對 立法院有決議的時候 特政組偵辦完案件是不是 立法院決議要向立法院報告 決議有決議的時候 有規定說你要向總統報告嗎 那是行政不服